亮哥,你相信拔到狮子的中毛掉落的头发就能长回来吗? 长不来 有没有用过弱箭呢? 没有 世界上最可怕的是谁? 最可怕? 怎么问我这个问题? 可怕的人很多耶 你的每个月收入有多少啊? 做个秘密 一周有多少几个通告啊? 目前比较少了,大概二十几个吧 你有听过十个富人,九个秃吗? 有,不过这句话都是秃子发明的 哦 干嘛 原来秃头都是有原因的 秃头未来安慰自己就发明了这句话 当流浪网有没有秘诀? 就是要真实诚意面对我们的网民 当教授类还是上节目类? 都习惯了,所以两个都没有问题 那你会把学生荡掉吗? 比较少啦 因为我们是社会主的 我们是社会人士 你知道赖教授的口头禅是什么吗? 赖教授就是情义 NO 让我们的小编示范一下 赖教授还会讲 Hello 真的假的 会讲Hello 真的好,哎呀没注意到 只记得他对郁琴的这个情义绵绵 那我们来第二部分 然后这个第二部分就是想要请你选择你最喜欢的同场来宾有谁 叶元智跟侯汉廷 侯汉廷跟陈慧文 侯汉廷跟杨宝真 杨宝真 杨宝真跟林哲宇 林哲宇 林哲宇 林哲宇跟高嘉瑜 高嘉瑜跟黄敬寅 黄敬寅 黄敬寅跟王红威 王红威跟邮淑惠 邮淑惠 邮淑惠跟徐巧新 徐巧新 哇塞 林哲宇都无论都喜欢诶 好那我们来到最后一part咯 请问亮哥如果我们大白话突破了150万订阅你会 高歌一曲 所以你要在我们这边会现唱吗 当然这有什么问题 你没看到 我们前几天去钱贵已经有两首歌都被PO出来了 那如果跟高嘉瑜一起唱一件熬 不行不行 我建议高嘉瑜只要唱雇佣者的副歌就好了